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家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臺灣很重要 臺美關係很重要 但以目前來講 臺灣不如烏克蘭重要 臺灣當然也不如美國自身重要 目前烏克蘭戰爭 可以說是打得相當的緊張 美國也急著把他的庫存的武器 相關的軍備 那一些應該算是比較非主流的 武器跟設備 已經清空給了烏克蘭 那美國自己要不要補充 他自己的庫存 當然是要 因為美國不可能把太先進的 一些科技型的東西給烏克蘭 第一個烏克蘭不會用 第二個說不定 萬一流到俄羅斯手上去更麻煩 會有科技技術外游的問題 那現在臺灣已經訂過了 這樣的自走炮 他說對不起我們生產線 忙著在生產要給烏克蘭的東西 其實也有可能是給烏克蘭的東西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庫存 通通給烏克蘭 要補充自己的庫存都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就是說 要求東歐國家或者西歐國家 趕快把他們的庫存清給烏克蘭 那這些東西也要想辦法去賣給他們 所以這些可能性的話 他們覺得那兩岸戰爭應該不是耽誤自己 臺灣可以等一等 臺灣如果真的發生兩岸戰爭 我們再來補貨也來得及吧 當然就想到就扭一把扭汗 所以這樣子就商業上來講 當然相當不講信用 你如果說今天台積電說 哎呀收到人家的錢 收到人家訂單 對不起這個帥將軍你的訂單晚一點 那個牛逸員的訂單我要先給他 這個商場上的信用一次時間都垮了 但是美國政府在賣武器 是不講可以不講信用的 我們臺灣也只能怎麼樣 往下吞慢慢的等待 好吧他要先給誰就先給誰 當然啦 2026年那就2026年再說 那2026年那個時候 拜登還是不是美國總統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當然蔡英文一定也不是 臺灣的最高領導人的嘛 所以這樣的一個推託支持啊 只能說美國現在是把臺灣 均認為第一個 應該不會發生臺海戰爭 你要正面思考嘛 所以就沒有緊急需要武器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自己緊張幹什麼 後一下子又要搞什麼教育召集 什麼嚴格訓練 要緊急採購各種武器 自走炮是很重要的武器 那這個要打對這個解放軍的登陸戰 自走炮是 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要不然我們下訂單買幹嘛 所以這樣子 所以你要從正面好的思考說 那短期2026年之前 台海應該是安全無語 所以如果解放軍要打臺灣 那記得通知他們 等到2026年我們交後以後再開始打 好 帥交軍這個部分是您的專業 您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呢 這個你想想 最好的製作炮 美國的現役部隊它不會播的 A6是它前一代的對不對 我們買這個A6主要是看在哪裡呢 看在A6可以配售一個叫做精準炮彈 那A6加精準炮彈對台灣防護有沒有重要性 當然有 這個自走炮它是自走的好處是說 它打完可以很快移 快移的話是什麼 人家有炮兵 反炮兵雷達 就可以撤出你的彈道 馬上就把你炮陣地給幹掉了 所以現代戰爭的陸軍的火炮 是要激動的 要自走 就是我來了 噼里啪啦打完了 我馬上要撤走 換一個陣地 這第一個是自走是重要 第二個精準炮彈 你要打海上的目標 你這個沒有精準的導引 你打到海水裡不就起個浪花嗎 對不對 所以精準炮彈對我們的防衛作戰是很重要 這個第一線好的它自己軍隊要 要撥給A6給烏克蘭 好了 撥給烏克蘭 本來這批貨是給台灣的 好 你沒有了 那它的生產線要生產 2026看起來好像只推移了四年 但是第一批交貨給你交幾門呢 我們通常買軍火它不是一次交貨的 給你幾門四門八門第二批四門八門這樣子來 來了以後你還要叫成軍訓練 對不對 所以成軍訓練要我們的砲手要很能操作了 那你到2030年能不能成軍我都是一個問號 那蔡委員講的是可能台灣的危險不是這麼高嘛 有可能因為中國大陸要面... 我是正面思考啊 正面思考有可能就是說中國大陸面臨這麼多困難的問題 內部經濟的問題外面的制裁問題 還要在歐洲市場跟美國爭這個經濟市場的那裡鬥法 台灣就不是第一優先了嘛 這個剛講的這個有成立 但是另外一個我們擔心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武統他的解放軍事已經完全準備就緒了 就等於一個口令了嘛 所以這麼長的時間從現在2022到2030 中間有什麼變數呢 那中國大陸被逼急了他宣下手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像今天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 對啊 你把俄羅斯逼急了怎麼辦 俄羅斯逼急了他現在每天就說我戰術性核武要用啊 這個戰術性核武一用就整個全世界的這個核子平衡就破了 所以戰爭有一個很大的東西叫不可預測性 是 是 好了 英國又放了 美國跟英國又在商量 將來台灣 美英高層就大陸對台威脅舉行會談 三月的時候這麼做 好 克爾·堅布對台灣是很了解 對中國大陸很了解 我跟他對談過很多次了 是 克爾·堅布 他對兩岸問題很清楚 今天他跟英國又在商量 我們怎麼樣來援助台灣 台灣跟烏克蘭有一樣不一樣 烏克蘭可以從波蘭送武器過去 對啊 可以從羅馬尼亞送武器過去 台灣一旦被武統的時候四面八方都被封鎖 你怎麼來呢 怎麼來 你要真的 真心要幫台灣 你現在就送來了 我預先囤除嘛 那這個要延遲 對 那你這邊又延遲 連現在都不行 對 這邊你又不敢做這個囤儲 所以我講了 這個國際上就下棋一樣 剛剛蔡委員講了 烏克蘭現在緊急啊 美國要把所有歐洲 東歐的 西歐的 東歐的 通通要去支援烏克蘭了 所以他要打贏第一仗 你台灣當然擺後面 所以說好的呢 就是我們可能還有好幾年可以做準備 但是我現在看的並沒有真的 紮紮實實在做國防準備啊 你要打城鎮洲戰 你城鎮準備好了 是 對不對 碉堡做好了 坑道做好了 機場跑道怎麼維護 這一大堆的事情 現在不開始到打仗的時候來不及的 是 是 對不對 我們不應該為此而鬆懈啊 是 你不能一天到晚叫口號 還在對外講這個非對稱 我不知道你哪樣東西是非對稱的 是啊 但是這個說口號的話 口號有沒有意義 民進黨政府喊口號 美國有沒有在喊口號 美國的官員有沒有在喊口號 美國總統拜登 還有您剛剛講的 Kirk Campbell有沒有在喊口號 因為來看金融時報有報導 在3月初呢 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Kirk Campbell 以及白宮國安會 中國大陸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 有跟英國代表討論如何降低 還有包括臺灣的問題 臺海的問題都說可以同時的面對 所以呢 一會兒講一講歐洲的事 再來又講講印太的事 那現在呢 他告訴你的是 現在如果連一個生產線排擠都可以延遲交貨的話 請問一下 你是兩邊真的能兼顧嗎 我們會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美國的立場是他真的有能力 同時應付太平洋跟大西洋兩場戰爭 只不過非常吃力 而且不一定能贏 後面沒跟你講清楚 那應付怎麼會沒有能力呢 對不對 我軍艦派機飛機派去 那到時候武器不夠 那武器不夠再說 人員不夠人員不夠再說 那打輸了 打輸臺灣倒楣 就像烏克蘭倒楣一樣的 幹那什麼事情 阿富汗打輸了 美國還是好好的啊 敘利亞打輸了 美國不是也好好的嗎 以前越南打得爛成這樣子 現在不是也好好的嗎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是一個上帝特別眷戀的國家 他的北方 加拿大跟他好得不得了 不會打仗 他的南邊 墨西哥除了那個圍牆以外 實在也沒什麼好吵的 所以大西洋太平洋對他來講 用那麼大 不像台灣海峽只有150 50公里 所以他是非常高度安全的一個國家 可是他很緊張也很關心台灣 我們也很感謝 他跟日本會有經常對談這個議題 對 也會經常跟澳洲 出出出的講這些話 當然澳洲就比較積極 不像日本那個吞吞吐吐 他現在跟英國講 我是覺得說 現在加上英國 英國的角色越來越重 不是英國角色越重 你英國要在歐洲 扮演一個有一個 防衛軍事的力量 那我們也沒話說對不對 因為他那個英文的海峽 其實就是跟台灣海峽這麼近嘛 他問題不大 英國的力量要拉到 西太平洋來我很納悶 英國在西太平洋 有什麼了不起的軍事基地嗎 我沒看到 英國在西太平洋地區 有什麼樣的軍隊戰鬥力嗎 我也看不出來 以前英軍在二次大戰 最大的戰鬥力量就在新加坡 可是幾個小時就被日軍 日軍是少喔 一兩千個人 把七八千個人的英軍 就給打趴了 三峽鳳雲 我在吐他吵嘛 對嘛三峽鳳雲 一下子把他幹掉了 我要吐他吵嘛 所以英軍在派在亞洲的戰鬥力 不可能把他的主要的 一流的軍隊派出來嘛 所以你來整個撞聲勢嘛 或者說你是真的要給錢給台灣 那我覺得帥長你講得很好 不要發生戰爭再給 你現在先給好不好 我可以啊對不對 現在先給我們 我們一定開金庫歡迎大家來 趕快來送錢來嘛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談的新聞 聊一聊OK啦 你說真的有幫助 還有克爾·克勃博 這位先生我認得 兩位都認得 當然是算是兩岸通啦 也算是台灣通 或者中國通都給撐得上 因為美國像他這麼瞭解 亞太地區的不多啦 但是他的能力如何呢 我覺得還是有待趁勁趁量 是來這個帥長又要補充 你想美國有能力應付兩個戰爭 這個話不是他真的有能力應付兩個戰爭 他是什麼要堅定台灣抗中的一個信心 不要怕 台灣你要跟中國幹起來 我可以支援你 但是我們真的拿了算盤來算一算 美國在大陸東南沿海2000公里 他沒有優勢啊 他自己做了兵推 但是他為什麼要鼓勵台灣呢 不要怕 你就跟烏克蘭一樣 跟我奮戰到底 我會支援你 但好 回到支援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講了 你怎麼支援 台灣四面環海 那英國啊 英國從200年來都是對歐洲有興趣 今天幫德國打法國 明天把蘇聯打德國 他是站在一個海外一個島上 用這個來平衡他在歐洲的霸權 或者是他的安全 所以你看他現在都在芬蘭 瑞典那邊搞軍演 那台灣你怎麼來啊 這樣 這不是控話 是美國現在在全世界拉幫結派 你看誰誰跟我兄弟 誰誰有哥爾曼 澳洲有這個 這個那個講了半天 台灣增援台灣的問題 我請你拿出一點實際的行動跟辦法來 對不對 那現在他目的不是要他支援你 怕今天烏克蘭消耗俄羅斯 台灣就是消耗中國大陸 你的角色是扮演一個消耗的角色 那又怕你信心不足啊 那我就要派 就是前面烏克蘭模式一樣 高官來訪 派軍人來代訓 派這個議員來 對不對 他做給你看嘛 還唱出來口號跟烏克蘭一樣 堅若磐石一樣的 對 你看佩洛西跑到人車司機那邊講什麼話 跟來的每次給蔡英文講話的 這些高官是不是也都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他只賣我們回去 而且賣的那麼貴 你真的要幫我的忙的話 你就跟援助烏克蘭一樣嘛 或者援助這個五四七中國大陸 四分之一價錢賣那個 那個S200吧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